說真的 錯了真的你要找到答案 哪怕你叫我去幫你看 說真的 我可能有時候跟你講說 剛才我重做比較快 為什麼 這怎麼看 而且 在公式裡面他除錯環境不太友善 他不會說你錯 他頂多好像會有一個地方讓你知道一下 但是哪個地方錯還真的很難找 所以與其這樣倒不如 我再把每個step重做過 反而我覺得他比較容易一些些 至於這個細節的部分 你們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影片 或者是說可以再分解 其實他不外乎第一個step就是fine 所以fine很好用 以後的話如果你的位置是不確定的字 那你其實是可以用這個方法 找到位置 再配合mid 那你說為什麼要配合ifl ifl主要是因為 如果你要找的那個字不存在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訊息 緊開頭的都是l 那個l如果我要把它過濾出來的話 意思就是說 找不到那個字 那怎麼辦 那你就幫我找另外一個字 那如果再找不到 再找另外一個字 所以這樣的規則 你只要建立起來 你就知道說頭什麼字 尾什麼字 然後中間的字 你就可以把它取出來了 OK 所以如果遇到 當然這個是比較特別的一些狀況 可以用這個方法 好 那最後的話當然 一樣我們會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如果呢 我希望呢 可以像剛剛提到的 再重新下載的時候 因為如果理論上你重新下載 那這三個欄位 你要勢必要重新再建立 很麻煩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是年 可以用上禮拜講到的 區 可以拿上個禮拜年 上禮拜那個年的程式 接在後面 那路接到怎麼做 OK 一樣 所以呢 我這邊的話呢 可以針對剛剛的這個程式 我剛剛這個是下載 在這個下載的下方 增加了一個call call什麼呢 call插入欄 這個是上禮拜做到的 那我們 OK 把它拉到這邊來 然後呢 我們上 剛剛提到嘛 就是這個 黏的部分 OK的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區 區的部分 上禮拜應該也OK的 一樣就是說呢 我在 G1的地方 插入一個新的一個欄位名稱 我再把它稍微 拉過來一點點 那我這邊剛剛試個中段點好了 讓它重跑一下 這樣演示一下 OK 這個資料重新下來了 所以剛剛那三個欄位又不見了 那怎麼辦呢 我要勢必怎麼樣 第一個就是先插入那個黏那個欄 所以如果我不希望每次塗法令 又再來一次的話 那我這邊可以跑一個MN 有沒有 向下填滿 有了有沒有 區的話呢 就是比照辦理 把這個 其實喔 因為 區的部分因為隔壁沒有東西了 所以其實不用插入G欄 直接怎樣 在G1上面加一個區這個字 然後加公式 向下填滿就OK了 好 那再來的話當然就是那個什麼 欸 路接到 所以路接到怎麼做 其實道理一樣 不過可能要先把這個欄寬 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OK 在這邊 欸 那做法其實你會發現 欸 既然 這個區 可以這樣做 那路接到不也一樣嗎 欸對 其實喔 你可以把這三行Ctrl-C一下 然後接下來做什麼 欸 把公式 這三行貼上一下 那改應該會改 反正就照 然後 類似的方法 G1 欸 可是我不是G1啊 H1 對 H1 所以這邊把它改H1 然後 放什麼字 藍位名稱就是叫路接到 所以自己打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最重要是公式 喔 喔 這個公式的話 當然前面兩個是比較簡 比較簡短 可是剛剛我們那個路接到 然後就一大串 那那一串喔 因為剛好把它貼到這裡來 所以呢 你可以把這一串 我拿這個來用 Ctrl-C 直接怎麼樣 貼到這個 這個裡面喔 記得把它delete掉 這邊記得一樣喔 把它放在H2裡面 那個填滿應該也一樣的到底 把它H 反正藍都改H就對了 這邊 這邊也是改H啦 反正貼上 那只是說呢 最最關鍵的地方喔 就是那個公式喔 如果你要直接貼過來喔 會有問題 直接貼過來喔 有沒有發現 它馬上變成紅字 而且會出現說 必須是陳述式結尾 欸 你想說為什麼會這樣喔 是不是 直接貼上公式就好了嗎 我跟各位講一下喔 未來如果你假設要把某個公式喔 貼到某個儲存格裡面執行的話 會有一個地方要特別特別小心 就是呢 如果你的公式裡面喔 已經有雙引號的話 你不能直接貼 為什麼 因為這個雙引號在VBA裡面 是當成是文字的開頭跟結尾 那你貼上這個公式呢 裡面如果有雙引號 它會誤以為 奇怪 欸這怎麼有雙引號 你公式裡面也有雙引號 到底這個雙引號是什麼意思 他看不懂 所以喔 記得喔 如果你們假設要貼一個公式 到這邊來的時候 一定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先貼到記事本裡面 那你要貼到握的也可以啦 我習慣用記事本 可以把它先貼到這邊來 貼到記事本 然後格式把它自動換行好了 OK喔 你看一下喔 這公式裡面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請特別注意喔 有一個規則 一定要記得 要把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變成兩個雙引號 以示區隔 這樣的話它才可以區隔說 原來喔 你那個公式裡面喔 有兩個雙 表示說這個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跟我原來VBA用的雙引號 是可以區隔開來的 好所以喔 特別注意你先把它貼到記事本之後 然後用一個功能很簡單 叫編輯取代 因為當然裡面很多雙引號啦 對不對喔 你要把一個變兩個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尋找目標一個 取代成兩個 欸 這樣最不容易發生錯誤 不然以前喔 當然就是要自己眼睛看 喔 有雙引號呢 就變兩個 雙引號變 但問題也常常有時候會漏改 真的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取代 全部取代 好 取代過 好 特別就這裡有沒有 把它貼上 這邊 因為是跳行的關係 所以再把它back回去就可以了 好 OK 這樣子 就完成了 我要把 有沒有要移開看看 欸 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所以喔 以後如果即便有很值得 我們常的公式 你要把它變到VBA裡面的話 記得喔 先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公式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如果有 你就用記事本把它轉換成兩個 再貼過來 那就保證沒有問題了 好 試試看喔 所以這樣我們轉換完之後 看看能不能讓它變成那個可以run 我們這一樣喔 這改完了嘛 所以把它設 我先把它重跑一下好了 再把重執心 清掉 好 按F8 一樣喔 這剛剛跑過了 所以一樣插入年 OK 再插入區 好 關鍵時刻喔 再插入什麼 再插入 這個路接道 OK 路接道 然後公式放過來 翻錯誤 翻錯誤 增錯一下 Range H2 是不是多了 多了雙引號還是 什麼 還是 好 座 然後結尾才對,我剛剛看好像多了兩個出來 所以把那個刪掉都OK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不會才對的 這個再看看 最後的話就向下填滿 再向下填滿 他就完成了這個三個藍位的部分 可是最後好像有一個地方不太OK G藍跟H藍 好像G藍的寬度應該要讓他往這邊移一下 所以最後如果希望讓他 這個G藍的位置可以讓他移動的話 那當然最後我們其實是最後可以再補一個敘述 這是什麼敘述 就是把那個G的藍位 藍寬把它稍微 如果藍寬要變窄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怎麼 把那個藍的寬度再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請可以先試一下 就是再把那個路接到的公式 加到這個城市裡面來 這個插入藍我記得在雲端上 也有參考的部分 就是在雲端白板的第13頁的地方 OK,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我來看一下 然後我來看一下 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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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